12月22号,湖北襄阳南张县武安镇燕河社区63岁,米中健无奈地告诉记者,我们上边有门牌号,我在这里住了40多年了,他没有签署拆签协议,自家258平方米的住房被强拆后,他的账户上被偷偷打款14.3万余元。 米先生回忆,房子相后两次遭遇强拆,2020年11月25号凌晨1点20分,多名不明失分者开着推土机,偷偷强拆,有人用瓦斯给我老婆脸上喷,他脸上全部烧伤,眼睛看不见,他们这伙是偷拆,究竟是谁也看不清楚,他们就跑掉了,我当晚是在外面,我报了案。 米先生表示,案件调查没有进展,但他们家的房子又遭遇二次强拆,第二次是今年8月13号下午67点多钟,现场来了多人,二次又拆了一道,说是谢水利局牵头,依法阻置拆迁,这一次是明目张胆的强拆,我站在房上拍的有录音录像,我的证据都有。 米先生告诉记者,今年9月13号,来了30多好人,在他被推倒的房子上面,直接开工时,他和妻子被控制,把我们夫妻俩控制起来,给我架到车上,拉到派出所里,派出所民警给我说,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意见,说这是当地搞的,更让米先生感到离谱的是,房子被墙拆后,他的私人账户上,莫名其妙的被人偷偷打款14.3万元。 米先生表示,他们在给我的信访复义答复里,也承认说11月份给我打的钱,这是给我打的房屋款拆迁款,我现在都不认这个账,没签拆迁协议,怎么是拆迁款呢? 米先生认为,自己被强压强逼,他们是故意欺负我,如果按市场价,我的房屋拆迁应该是150万,我是城镇居民,是国有土地,我们附近集体土地的房子也是搞工程,拆迁补偿给了60多万,人家面积还没我的多。